然後重置戰場再來一波 對 而且你有發現其實這個 麻吉是雙肥仔對上對方的雙妹子嗎 雙妹子打雙肥仔 對 這樣的對陣來輸出位是下降的非常的多 因為以一個上路的飛翅他的輸出 其實並不會高到哪裡去 沒錯 喔 下路這邊打得很兇 是喊只要過來GANK下路的雙人線 沒關係 這邊傑哥很會催淋 哇 傑哥這邊是順利的讓上路的Morning到來 直接瞄準了第一 前行衝擊擊飛過後 繳出了超級攻擊 把傑哥給傳送過來 反而是一個護術巨峰 把兩個人推到了牆邊 GANK這邊也非常的危險 傑哥是殘血 閃現過後並沒有被擊殺 Morning再往前閃現 勾回來 GANK這邊被籠罩在 應該說剛才的魔法護盾已經被打掉了 所以他那一波 喔 這邊直接撞到喊只 哇 喊只在聚會鳥區 遇到了傑哥跟Refrain一個爆破 就直接把喊只給灌倒了 上路Morning跟迪的單打 是前行衝擊直接近距離的貼到迪 迪直接被擊飛沉重打擊 也命中了以後 換了一下Morning暫停 這只是拖延自己的死亡時間嗎 恐怖電容雖然是擋住了傷害 但是Morning精準的深淵停點 有人在這個MRT外面等他 然後看到了這個仇家 趕緊先再翻山落跑 迪在下路這邊 又是被Morning給黏住 交出了自己的超時空傳控器 往後拉開恐怖電容 喔 這邊是沒有倒下 但是GIMER在後方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直接被CHAWY的死亡射線給帶走 BoboTP下來還要繼續硬戰嗎 往後一個 呃 往後一個線上海膽拉開以後 躲在草叢裡面想要recall 攻速誠實以上 哇 那韓吉這邊 哇 又是直接被醉酒狂暴 給打掉了很多血量 盧品開啟了自己的十字彈射 是把韓吉的大呃 呃 產線直接給逼得出來 MX被炸回來 而且他的護殺突然似乎被炸斷了 超比直接一個貼身的魂魂光暴 把兩個carry直接給融化 盧品拿到了一個人頭 GIMER想逃 又被Morning給勾回來 這邊GIMER能順利的逃脫嗎 他開啟了自己的機動領域以後 哇 這個肚子 這個柱子堵得不錯 把三個人給堵住 死亡射箭掃射過來 GIMER顯量不多 Refrain在後面 TPA這邊是要直接暴力塔殺 五個人順利的拿到了第三 視野對他們來說就是特別的重要 他們一旦有視野的話 哇 這邊直接勾到了APEX 直接被勾 Morning再給了一個大絕以後 又是靠著Refrain跟Chowie的大絕 一波直接灌倒 阿杰這邊倒下 TPA完全不理後方的Surema 以及盧品直接搶點敵裝備的差距 這一波AD Carry順利的由 直接打掉了 因為喊奇的裝備實在是落後的太多 他現在身上也是一個紅寶石 哇 又是深月填寶勾住了GIMER 直接把大絕套在GIMER身上 肚子堵住了後方 但是右側的底沒有這麼的好運 Morning這邊談他談得非常的久 是由傑克拒絕的呼吸 GIMER顯量給拉起來 喬伊德跟BOMO 怒逃 Morning並不敢上來開戰 這一腳就直接把所有人給下手以後 在亂陣中勾到了底 一腳的閃線往後拉開 還是被擊飛起來 喊奇反開直接被融化了 前方BOMO也是頑皮小斃往後拉開 但是喬伊德往前的輸出實在是太高了 直接在塔下 把阿奇爾給擊殺以後 再追殺GIMER 這一個死亡射線 精準的瞄準到了GIMER 哇 這一個小斃 而且他是一個標準的 維克的操作 就是 雷射往前 本體往後 沒錯 而且剛才的 剛才真的 我覺得這經濟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已經沒什麼好說了 剛才喊奇死到快到 我連看都沒看到他就死了 哇 連血輪眼的球力都看不到 你在溫泉前面被洗了 但是把盧比換到雷射塔